这个带着杀气的男人有多狠 开学第一天单挑整个学校的混混 一百多人朝他冲来 男生根本不怂 左脚踹翻一个 抓住一个 顺势再踢飞一个 很快就被一百多人围在当中 男生赤手攻拳 就像开了外挂 一百八十度转身 抓住混混的腿 铁铁掌掌拿到手杀 五鹰角拿到双杀 后段地拿到三连杀 勾拳四杀 一个大背挂 五杀到手 别看这帮混混都拿着棍棒 都没人敢靠近 男生打得兴气 旁边是男生家的狗子 看得都热血被疼 男生一个灵魂飞踢 直接揣翻一片人 这时 竟然有人不讲武德 偷袭男生 关键时刻 男生的朋友扑过来 就想了他 手臂却受了伤 看到朋友受伤 男生被彻底激怒 老子现在就要火力全开 放马过来吧 男生能打赢一百多个混混吗 我们先看他什么背景 男生叫南破刚 一家人都是大哥大 老爸南破胜 年轻时 是千叶地区的最强混混 老妈南破之妹 是最强大姐大 大哥南破梦 是城堡关东地区的老大 小妹南破银子 表面是淑女 但一秒就变脸 就连他家的狗子南破松 也是狗中的一半 南破刚 从小就被父母培养成打个大 小时候被人欺负 老爸教他用拳头打回去 老妈呢 比老爸还猛 把欺负你的人都打趴下 上把儿子 你是最胖的 南破刚握紧拳头 就冲了上去 就这样 一边上学 一边打架 南破刚出生期间 统领前夜十四所学校 成了半国国中的最强老大 生入高中这天 老爸铃笛 大哥哄有门 小妹啊喇叭 小狗狗也配合着汪汪叫 老妈呢 特意为他做了剑特功夫 庆祝儿子进入失踪高中 那是千夜最强的 打个大高中 南破刚摆出最霸气的姿势 嘴上戴着杀戚口罩 背后写着天下无敌 家人都希望他能称把高中 可一出门 南破就去了厕所 悄悄换上了 普通学生的校服 原来 南破刚早就厌倦了 当大哥打打杀杀的生活 一心只想当一名普通的学生 失踪高中的门口 一群小部分正在收保护费 南破刚一脸嫌弃 扭头打起十二分精神 走进对面的重点国中 百百合国中 原来 南破刚只瞒着家里人 偷偷努力学习 想要摆脱货吻的身份 上学的第一天 南破刚做到倒数第二排 在自我介绍卡的心愿栏写下 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这时 笔心断了 同桌小雪见状 送了他一块橡皮 南破刚对他一见钟情 小雪问南破刚的名字和毕业学校 南破张口就来 老子我叫 哦不对 我叫南破刚 全班同学纷纷议论 那可是全是混混的学校 他好可怜呐 一看就是菜鸟 被欺负得很惨 这时 花卷羞答答走了过来 我就喜欢坏坏的男生 还向南破抛面一眼 南破刚走出教室 不小心又撞到小把 南破刚马上道歉 拿掉小把不依不饶 你个臭小子 也不看看我是谁 道歉有用 要警察干嘛 手掌 土下座 有身就是一个鞭腿 却被南破刚 一把抓住大腿 揪住一番在墙上 南破刚眼神稀裂 小把立马认怂 连连说对不起 声音惊动了同学们 南破刚一看被围观 立马变成了好虚声的模样 松开小把 跪在地上 向他道歉 没想到这一下 围观的同学更多了 南破刚拉着小把上了天台 小把是个菜鸟 还想当混混 什么 你姓南破 小把一脸崇拜 我最崇拜的大哥 就是南破蒙 南破刚一口饮料 喷在菜鸟身上 那正是他大哥的名字 但他没有说破 一放学 菜鸟就被对面 失踪高中的混混 拉了过去 背住菜鸟脖子 就围殴他 原来菜鸟出中时 就被他们欺负 南破刚看不下去了 一把抓住混混的手 混混给了他一拳 怕身份暴露 只能认怂 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菜鸟被混混们带走 当狗一样欺负 丢出一块牌子 就让菜鸟 一边学狗叫 一边去捡 此时 南破刚赶到 混混们看见南破 都围了上来 刚想一拳挥过去 南破刚得左右勾拳 就将人打飞 再一记铁拳 打另一个人的兔子 外加一脚踢菊花 失踪高中的混混 不慌而逃 菜鸟尖撞 一马跪下人大哥 南破刚 取拳打在他头上 打架都不会 还想学人当混混 滚回家去 南破刚回到家 一家人热血沸腾 吃饭都像打了鸡血 询问南破刚 一天的战绩 南破刚夸张地表示 今天打败了二三十个吧 小菜一碟 全家人起嚎叫注意 连小狗狗的嚎叫起声 可第二天一上拳 就看见菜鸟 仿制了一件的功夫 幸好南破刚 一直戴着口罩 菜鸟不知道他的身份 南破刚和同住小雪 选了美术社 社长翘着二郎腿 妖娆地坐在椅子上 让两人画他 没想到南破刚是画画天才 社长竖起了大拇指 小雪的话简直一言难尽 一对斗鸡眼 无关其在一切 但社长也很喜欢 失踪的混混 被穿多功夫地揍了 找到老大为他们报仇 而失踪的高一呢 也来了新生 他叫五代 也是大家中高手中的高手 老大让五代给小混混出头 可五代根本不屑听他的 一放选 菜鸟又被失踪的混混们抓走了 被一群混混一顿暴虐 小雪竟然来救人 结果被抓住了 看小雪漂亮 这一帮人还想玩瑟瑟 读着香肠嘴 要夺走小雪的初吻 危急时刻 一个罐子飞来 南破刚穿上的功夫 走了进来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放马过来啊 混混们蜂蜂而上 南破刚一拳一个 锁香碧铁 打得后能满地爪牙 一把抓住欺负小雪的混混 抵在墙上 警告他 再让我遇到你 你就死定了 一拳得他眼貌尽心 救下了菜鸟和小雪 菜鸟对南破刚 佩服得五体投地 小雪呢 则化身为唐僧 念念碎了整整两个小时 说南破刚不应该打架 南破刚再受不了 小雪将受到一半点伤害 我这么可爱 你说我丑 气得小雪跑掉了 这时 一个黑影从天而降 正是五代 二话不说 对着南破刚的脸 就是一拳 南破刚心中一惊 你怎么认识我 难道我漏仙了吗 五代解释说 只有你们南破家 才敢穿这种 写着天下无敌的特攻佛 两人刚想动手 失踪的混合们又折返回来 五代让南破刚快走 他只想和南破刚单挑 并不想参与失踪的事 临走前 南破刚还了五代一拳 两人扯平了 但在放学的路上 五代还是认出了 南破刚学生的样子 南破刚每天换衣服 被狗狗发现 不打架了 假装散好学生 狗狗对着老妈告状 可老妈根本听不懂 狗狗一找小妹 小妹正在直播 怕狗狗打扰榜一大哥 萌妹子一秒变脸 立刻赶走了狗狗 狗狗一去找老爸 老爸呢 看不了书电影看哭了 抱起了狗狗 挡起了摸布 擦起了眼泪 狗狗拼了 叼出来南破刚 白白和的校服 南破刚心想 这下完蛋了 私自改学校 老爸不得打死我 没想到呢 大哥是个大聪明 竟然以为是狗狗 去离家偷衣服 气得狗狗大骂 狗狗气得离家出走 教室那边出事了 就看见 舞台站在课桌上 带着失踪的混混 欺负班上的同学 连菜鸟都知道了 自己的身份 吓得南破刚睁开了眼睛 幸好只是一场梦 害怕舞台击穿自己的身份 连累同学 南破刚想要退学 他主动去找舞台 正巧碰上 舞台被失踪老大刁难 让他说出 穿的功夫的正是身份 南破刚把包一摔 招招小手 脚一个打十个 本想表明身份 我就是穿的功夫的人 舞台过去 拉走南破 原来 舞台没有告密 他只想和南破刚单挑 两人来到一处空地 南破刚怕学校的人 认出自己 坚持要换长特工夫 又让舞台保证 如果自己打赢 就不能找同学的麻烦 这时 狗狗也跑到空地上 就在舞台等待的空隙 失踪一年级的老大 带着一百多号小混混 将舞台团团围住 老大看不管 高一的形成舞台 不可一致的态度 混混刚想偷鞋 被舞台一拳打倒 另一个刚想身拳 被舞台安趴在地 转身体转出脸 回头有提中腰子 还是不服气 就膝盖小鸟鸟 舞台像老虎一样 不断地打倒对方 换好衣服的南破刚 竟看起热闹 嘖嘖称赞 虽然舞台的实力强劲 可架不住对方人多 被人一把抱住 按在机车上 看来 这棍子很重 舞台一声也没坑 连狗狗都看不下去了 就在一棍子 要打断舞台的大腿时 南部刚大吼一声 这么多人打一个 你们真逊啊 我教教你们 怎么打架 放马过来吧 失踪的人一看 是穿特工服的人 找的就是你 一百多个人 蜂蜂冲向南破 南破一点不慌 一上去 就拿到一个五蓝虾 一个佛山五蓝角 踢倒两片 有人偷鞋 舞台把南破推开 看来 舞台的胳膊伤得不轻 南破生气了 大喊着 老子要火力全开了 放马过来吧 接下来的战斗 南破刚全全打的都是 一致伤害 小混混根本扛不住 拿着球棒也是白胸进入 吓得小五蓝纷纷后退 这人是人呆 简直是怪物 十分后悔倒 小弟被全部放倒 对方只剩下老大 吓得他丢下球棍 绕路走到五蓝面前 命令高一的五蓝 去收拾百伯刚 五蓝呢 全被打翻在地 这两个人太强了 尤其是特工夫男 是从一百多个小混混 互相颤抚着 落荒而逃 南破刚和五蓝不打不相持 也因此成了好朋友 狗狗看到 大哥打赢了 上来卖萌 小雪送了南破刚一副画像 一如既往的野兽派 但南破刚十分高兴 他又能继续 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 挨打的是松的人 找到二年级的老大 大猪 大猪是个三美金的拳击手 一拳能打死一头牛 为了找到特工男 大猪宣赏十万 看来又是一场大战 一触即发 南破刚的同桌小雪 看了特工夫男的通缉令 宣赏十万日元 只要找到他 就能还清手机费了 不然 被妈妈知道手机欠款 就得和手机说拜拜了 南破刚看到小雪和菜鸟 在楼道里有说有笑 顿时促意打发 菜鸟呢 还在显摆 说小雪要和他约会 南破刚一路跟踪两人 到了保龄球馆 原来 菜鸟每次被欺负的时候 特工夫男都会出现 小雪在菜鸟打球的时候 故意从最后推了他一把 球扔到了旁边混混的球道 混混不满意了 你这小子干什么啊 知不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想横着被抬出去 赶紧赔钱 小雪看到 几人围着菜鸟收身 让他把情报招出来 小雪环顾四周 周围都是普通的客人 小雪握住双手击倒 求你了 特工夫男快出现吧 一旁的菜鸟呢 已经被混混举起来 眼瞅着就好被吞飞 没办法 小雪只能硬着头皮上 主动承认是自己的错 突然 眼睛的声音 打断了小雪说话 南破刚穿着特工夫来了 小雪内心狂喜 太好了 成功了 小雪躲在柜子后面 拨打通经令上的电话 可对方表示 必须要知道 特工男的真实身份 才能给奖金 小雪转头看 南破刚自带气场 只是上前说了一句 你们几个家伙 急急急急吵吵吵死了 那些混混 就吓得屁股尿流 菜鸟见自己大哥来了 上前拍马屁 大哥 你刚才比五条五还帅 没想到 南破刚对着菜鸟的头 就是一掌 蠢货 快点给我滚 等到大猪到了保龄球场 早已人去楼空 大猪愤怒的挥舞者球棒 你们这么多人 竟然连一个特工夫男都看不住 小弟们跪在地上 急急道歉 小雪呢 一路被随南破刚 到了厕所外 是不是要揭穿 特工夫男的真实面目 然而 小雪在外面等了十分钟 也不见特工夫男出来 难道他是上大号吗 这时间也太久了 又过了一会儿 一个穿白白和校服的男生 跑了出来 仔细一看 天哪 这不是南破刚吗 难道他就是特工夫男 小雪回忆起 第一次见特工夫男的情景 当时 南破刚并不在场 看着走来的南破刚 小雪自动脑补 把南破刚和特工夫男 联系在一起 相似度70% 看来 南破刚很有可能 就是特工夫男 五代把通缉令 给南破刚看 提醒他 最近小心点 要被抓住了 南破刚邀请五代 去家里吃饭 这一家子人 一个比一个狠 老爸南破胜 年轻时 是千叶地区最强混混 老妈南破直美 是最强大姐大 大哥南破蒙 是城把关东地区的老大 小妹南破影子 是变脸大师 就连家里的狗子南破松 都是狗中一把 妈妈端出一盘炸鸡 招待五代 连吃饭都这么霸气 看着家里的氛围 五代更能理解 为什么南破刚不敢告诉家人 自己的双重身份 美术社周日 要在公园写生 所有人穿便服 南破刚 只有不良少年穿的衣服 这可难住了他 只能请五代帮自己挑衣服 他穿着一身碎衣服约 五代看了只摇头 两人来上场试衣服 第一套 海边沙丹风 第二套 几头田固风 第三套 城除型男风 终于选了一套合适的衣服 南破刚 正在和小雪画画 身后来了两个人 女人嘲笑小雪 画得也太丑了吧 这是维尼斯水怪吗 南破刚忍不住了 你们两个 鸡鸡喳喳吵死了 结果刚抬头 男人竟然是 南破刚的哥哥 南破猛 吓得他赶紧转身 捂住了头 好在南破刚 从来没有在家里 穿过蝙蝠 而且头发也是黄色 大哥竟然没认出来 就在两人离开的时候 小雪叫出他们 请你们道歉 嘲笑别人的努力 应该道歉的 南破刚呢 躲在小雪身后 劝他别说了 大哥扭着脖子走过来 小雪被强打几场震撞 没想到 大哥摘下眼镜 诚恳地道歉 对不起 请原谅我们 两人走后 小雪猛然想起 南破刚和特工夫男 说了相同的话 看来 南破刚就是特工夫男 小雪再次打电话 表示 自己知道了特工夫男的 真实身份 但他呢 没有直接说出来 见面后才能告知 让对方拿上十万块 小雪询问南破刚 你是不是特工夫男 南破刚赶紧否认 小雪还是不信 故意和混混找茬 喂 你们几个挡路了 混混被激怒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雪还在拱火 管你是谁 反正是一群笨蛋 混混怒了 上手就要打小雪 南破刚急速抓住混混的手 小雪呢 这下更加确信 南破刚就是特工夫男 得知了特工夫男的位置 大猪带着小弟出发 这次比不了杀豹你 这话呢 大猪被一旁的舞台听见 仓库里 大猪带好拳套 没等南破刚说话 就一拳坐在眼上 手下都在旁边欢呼 大猪更来劲了 朝腰子猛的一会 最后 一拳打脑袋 南破刚倒在地上 没了知觉 就算这样 大猪也没放过他 继续打脑 小雪可不下去了 怕这样会被打死的 跑上去 用石包打在大猪背后 大猪呢 按住小雪的头 把他甩倒在地 你这个蠢女人吵死了 看到心爱的女孩被打 南破刚要爆发了 大喊着 做完你们 我的高中生活就结束了 大猪上前就要动手 就在这时 手下拦住大猪 门口进来一个 穿着特工服的男生 大猪眼睛都亮了 你终于来了 手下率先出手 特工服男 一个卢换拳 拿到手杀 五一脚拿到双杀 重拳却都拿到三连杀 小雪都开懵了 看来 南破刚不是特工服男 特工服男 摆出经典姿势 我要火力拳开了 受死吧 南破刚这才干净 原来 是五代穿上他的衣服 三百斤的拳击手 大猪上前 左手挡住攻击 右手拖得五代 在地转了一圈 五代回击 一拳打在大猪身上 这手感 就像打在城墙上 大猪稍微抬下手 五代就被打得后退三米 南破刚拳打被打了 可五代不认出 冲上前接着打 但在绝对力量压制面前 五代只有被打一份 大猪抓住地上的五代 朝他领上连续出拳 但看来也扛不住了 五代就立即关头 南破刚大吼一声 喂 我就是你要找的功夫男 话还没说完 忽然警察来了 手下一窝蜂跑走 被警察抓住的大猪 放下狠话 下次我绝对要断掉你 五代躺在椅子上 被路过的菜鸟看到 原来大哥长这个样子 菜鸟给五代戴上口罩 大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 听到有人来了 菜鸟伸出胳膊阻拦 原来是南破刚来了 南破刚叫菜鸟去买水 看着五代受伤的脸 南破刚满吃歉意 都怪我 是我连累了你 五代表示 这是暴打在你家 请我吃炸鸡的情谊 并且劝告南破刚 不要惹大猪 他的实力真的强 回到家的南破刚 看着满吃雪的口罩 发誓 绝对不会放过大猪 南破刚从大猪手下 知道他在哪 到了地点呢 却看到小雪 原来他向大猪 举报自己的身份 大猪上前 抓住小雪的头发 你这个蠢女人 现在竟然说 不知道是谁 抬手把他甩飞 手下看小雪这么可爱 想和他玩瑟瑟 几个人挑逗小雪 小雪大骂 你们这群人渣 眼看小雪就要被带走 就在这危急关头 南破刚大吼一声 你这个垃圾 今天就做个了结吧 大猪笑了 你这个家伙 竟然还上门送死 手下给大猪戴上拳套 我看你是 好了伤疤 疤了疼 忘记被揍得 鼻青脸肿了吗 大猪开始冲锋 两个人交手那一刻 南破刚抓住他胳膊 吸在大猪身上 大猪疼得学猪脚 南破把他拳套拆下来 用这种东西 算什么最强 原来 拳套里竟然有钢板 南破刚要徒手 拍弯钢板 手下觉得 他一定是疯了 南破刚脸都占红了 额头上的青筋 正在抱起 脑海里想起 五代的笑脸 他被揍的场面 还历历在目 南破刚爆发 洪荒之力 把全身的力气 都集中在手上 把拳套扔在地上 里面的钢板 竟然被他掰弯了 手下全部吓傻 这是什么怪力 大猪不服输 站起来继续打 两人拳头对上了时刻 大猪的手 爆发出剧烈疼痛 南破刚呢 加了一个 狗者出击 一击必杀 大猪彻底被打倒在地 手下看到都吓尿了 特攻复南简直是怪物 他们撒腿就跑 就这样 南破刚打败了 失踪高中的 整个高二年级 就在南破刚离开的时候 小雪叫住他 给他道歉 随后 再次化身唐僧 在一旁碎碎念 南破刚受不了了 啰嗦死了 一个丑八怪 小雪呢 受到暴击 转身痛哭 人家这么开的女孩 竟然被说丑八怪 南破刚这才意识到不对 悄悄溜走了 南破刚来到五代家 探访他 五代妈妈直掰地表示 不要找我家五代做坏事 五代反驳道 老太婆 不要对我朋友说叫 南破刚站起来 打了一下五代的头 怎么能叫妈妈老太婆 快道歉 妈妈很是欣慰 五代有这么好的朋友 留南破刚在家里吃饭 简直太美味了 南破刚刚挤完大猪 另一个高中混混 从少年管教所放了出来 他脸上的伤 是五代打的 看来又是一场苦战 仔细看 这帮混混有多坏 竟然把小孩子踢倒在地 这一幕 照被大佬南破刚 和同桌小雪看到 混混不禁不道歉 反而骂小孩是野孩子 小雪冲到小孩子身边 看他有没有受伤 南破刚跟上去 赶紧将小孩护送走 但下一秒 小雪一个人 冲到十多名混混面前 命令混混给小孩子道歉 混混满脸不屑 哪来的丑八怪大婶啊 小雪听到这话 差点气晕 混混被激怒 扬起大手 享受小雪耳光 小雪炸得紧闭双眼 缩成一团 在这关键时刻 两个男人同时行动 小山坡上冲下一个男人 一个屁股攻击 对飞混混十多米 好家伙 这速度比南破刚还快 男人拉起小雪的手 小雪有点惊慌失措 你是谁啊 南破刚吃醋了 你就美就救美呗 咋还上手了呢 南破刚跑去推男人 却被反推走了 男人见小雪一见钟情 小雪蒙圈了 大哥 我都不知道你叫啥 这时 混混要揍男人 男人推背了混混 立马继续拽住小雪 死活不撒手啊 趁着男人锁猴混混 小雪赶紧捡起地上的书包 和南破刚离开了 男人大喊 我是千鸟高中 一年级的大丰 请牢记我的名字 放学回家路上 南破刚和菜鸟遇到五代 五代是失踪高中 一年级的新生 在南破的帮助下 打败了一百多个混混 成为了失踪一年级的老大 菜鸟对五代 恭敬了鞠躬 他以为呢 五代是特工府男 特工府男 被誉为最强高中生 进一击铁拳 就把三百斤的拳击手 吹成了植物人 而且 救过菜鸟很多次 是他的救命恩人 菜鸟主动给五代擦机车 没声响 却被五代暴力推走 原来 五代出事了 他曾经的搭档 伤疤男 从少管所出来了 两个人曾经 拳打小学生 脚踏幼儿园 是整条街最亮的仔 后来呢 伤疤男不满足打架 竟然加入黑社会组织 山口组 收别人的保护费 五代劝伤疤男 迷途知返 但他呢 已经迷失了本心 和五代争执起来 五代一个不小心 将伤疤男决定打一堆 结果他的脸蛋被划伤 脸上的伤疤就是这么来的 他出来后 五代见他不知悔改 没搭理他 但伤疤男 天天缠着五代 五代为了不连累 南不刚和菜鸟 所以才劝告两人 近期不要靠近自己 每出事团课上 市长发现 南不刚画的画很出彩 建议他拿这幅画 参加下周的绘画赛 小雪也鼓励他参加 南不刚很是开心 放学时 在校门口 遇到大丸 他是专程来找小雪约会的 事实上 大丸是千鸟高校 历年级的战将 千鸟高校的目标 是奏霸一切高校 进而称霸全国 大丸拦住南不刚 质问小雪 这臭小子是谁 然而 小雪却表示 男不刚心碎了 但大丸呢 却乐得跟牡丹花一样 突然 对面的失踪高中 走出来一群人 想奏大丸 失踪和千鸟是死对头 大丸奔翔跑路 却被四个壮汉团团围住 大丸一招力把登山 竟然正怕所有敌人 力量十分霸道 但毕竟啊 对面人多是众 大丸还是跑了 坐在树上逃过一劫 南不刚回家后 老妈和妹妹 又在做战斗口罩 口罩上一个主子 是什么鬼啊 忽然 老哥凑上来 紧盯着南不刚的脖子 南不刚一脸懵 一摸脖子 原来是花花的红燃料 老哥以为是雪呢 老爸异常激动 南不家族的人 就是为战斗而生的 阿刚啊 你要不停地打打开 称霸全国 全家被南不刚鼓掌 唱起了战歌 连狗子都忍不住 喊了两声 南不刚无奈地复合 我这人生太难了 这天 五代来找南不刚 问南不刚 最近忙不忙 南不刚表示 忙着参加绘画比赛 五代语言幼稚 自称是来给菜鸟送手机的 南不刚拿走手机 替菜鸟向五代道了些 五代急上赤兔 孤身一人 来到一个破旧工厂 就见工厂里 有一群混混 菜鸟被他们防盘住手 揍得鼻青脸肿 为首的伤八男 还朝菜鸟扔啤酒罐 见五代来了 菜鸟大喜 大哥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伤八男 因为找不到五代 很窝火 于是抓走了菜鸟 逼五代出面 伤八男毕竟是 曾经的兄弟啊 五代不忍心下手 于是就想叫上南不刚 一块去救菜鸟 看到南不刚 沉浸在洗完的事情里 五代不舍得 打破这份美好 他毅然独自一人 去救菜鸟 伤八男一个头锤 正的五代脑瓜子嗡嗡响 五代很难过 你是正心对我下死手啊 伤八男苦笑着 不禁回忆起 上学时的痛苦经历 因为他经常找五代玩 班准专程找他谈话 五代不仅成绩好 而且还是名人的孩子 前途一片光明 你身为杀恩犯的儿子 会影响五代今后的人生 从那天起 他开始憎恨五代出生好 也憎恨命运的不公平 所以才误入其路 伤八男就是五代 是假基金的人 一个铁器攻击 就将五代周八倒地 五代回想起 和伤八男的快乐时光 认为伤八男本性不坏 还有挽救的可能 五代只愣起来 一记铁拳就吹到伤八男 五代激动地说 此话一出 伤八男就被赶化了 眼中含泪 微微点头 就在这一刻 伤八男的上劫 光斗强和胖虎来了 他俩都是黑道成员 两人虎背熊摇 拎着铁棒 其余的混混 吓得直棒头退 光斗强污蔑伤八男 死吞了一百万的保护费 要求伤八男交出来 伤八男知道 今天怕是过不去了 第一时间 当在五代面前 要求五代快跑 菜鸟蒙了 别忘了 还有我啊 与此同时 南部刚在菜鸟手机上 发现菜鸟被揍 伤八男要求五代出面的视频 顿时明白了 五代找字的真正原因 南部刚丢下 把好的一半圆 狂奔进厕所里 换上特工夫 可正巧呢 被大阪看到 就跟了上来 大阪难以置信 南部刚竟然是特工夫男 五代这边 他和伤八男都没有跑掉 被光斗场合跑了揍他 胖虎另起铁棍 要给五代做开路手术 千军一发之间 南部刚赶到了 发说 你为什么站我们车上 胖虎朝南部刚走过去 南部刚一个大捧斩翅 闪避开胖虎攻击 胖虎一队 他扎在车上 心碎了一地 南部刚凌空一脚 踢腿的痛苦 光斗墙向反击 结果 一拳击倒 心满的眼镜 也被南部刚柴烂了 突然 胖虎发动 莽夫冲击 南部刚一个脚杀停住 一个五春拳 无敌的胖虎又倒下了 这时 光斗墙又冲过来 南部刚抓住他的大光头 一个击击拳 光斗墙摔地上 不动弹了 南部刚蛇心走位 闪避胖虎的暴击 接着一记雷霆霸王拳 一把胖虎彻底打趴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 不愧是主角 光环太强大了 南部刚朝着五代 摆了摆手 急忙转身就跑 他还得回社团 接着画画 然而 等他狂奔回去 大家早就走了 社长怒斥南部刚 画到一半就框刻 这种学习太多 不配留在社团 社长开除了南部刚 南部刚很难过 我的人生真难哪 回到家里 家人看到南部刚 理情脸肿 直到他跟人打架了 纷纷给他鼓掌 唱战歌 狗子也激动地站起来 叫了好一声 南部刚老无奈了 我只想当个普通高中生 咋就这么难 狗子呢 皮疼皮疼跑过来 坐小垫子上 冲着南部刚嗷嗷叫着 希望南部刚能支愣起来 这么颓废 可不像南部家族对人 南部刚提起斗志 我一定会过上 想要的生活 另一边 我带和上班男喝好了 两人喝着啤酒 畅聊人生 但所有人不知道的是 大丸千鸟高校那边 被一个人团灭了 主力战将 全部被神秘人揍趴 这个神秘人 自称是五代 是谁冒充五代呢 看来 又是一场大战 谁才是千叶地区 高一的最强心人 千鸟高校的大丸 要去对决 是从高校的五代 原来 几小时前 五代带人 杀入大丸的老巢 把小弟们打得满地爪牙 被打的小弟 捂着脑袋 挣扎着往前爬 四次抓住五代大腿 你这个卑鄙小人 绝对打不过我们的大丸 五代根本不怕 抓住对方的手指 直接摆扯 这下 两次算质结账了 收到消息的大丸等人 七三火四地赶回老巢 看见浑身缠满绷带的小弟 顿时火冒三丈 他们当即就要召集人满 去找五代报仇 被大丸拦住了 他要亲自收拾五代 大丸心中怒火中烧 然而 他不知道 这都是一场阴谋 图书馆里 南部纲无意间听到 失踪和千鸟 两个学长的谈话 原来 他们冒充五代偷家 就是要同时除掉 五代和大丸 此时的大丸 带着兄弟找到五代 当场提出单挑 五代跟着大丸 来到废弃工厂 大丸一记铁脚 将铁桶踢飞 可五代呢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什么 我打的 让你受伤的小弟出来 仔细看看 打伤他的是不是我 大丸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时 一只机车手套 被丢了过来 正是嫁祸五代的人 添油加速地说 这手套 只是现场找到的 四只发达的大丸一听 信誉为真 气得牙齿都快 咬碎一滴 你这个混蛋 当即就要出手 这么明显的圈套 也就大丸这个心情会上当 五代也是无奈 只能接招 大丸一记肺虎拳 被五代躲开 还了他一记扫堂腿 两人势力不分上下 打得难解难分 大丸一记得斗弓 抓住五代 就是一个锅肩摔 五代落地 就一个飞踹 大丸后退两步 两人同志出拳 双双倒地 打了个五五开 就在两人筋疲力静止时 失踪的学长带人出现 大丸这才知道 自己中了圈套 大丸和五代 都是两边高一最强的 但都对学长不尊重 所以两边联手 要给两人点颜色看看 学长嚣张地说 给我下跪认错 我考虑原谅你们 大丸怎么可能给他下跪 骂他是癞蛤蟆 五代也符合着 对 确实长得像 两人大笑 被羞辱的学长怒吼一声 立刻命令手下 抓住两人 抓住大丸的手指 就要白断 千军一发之介 一个白色身影 一个飞踹 将他踹倒在地 正是特工府男 男破纲 小混混一看 是特工男 吓得纷纷后退 男破纲勾勾手 放马过来吧 一记铁拳 要倒一个 旋风腿又一个 又勾拳再一个 大丸这个大猩猩 没脑子的 大喊男破纲的名字 五代怒吼一声 阻止了他 你瞎喊什么 就怕别人不知道 他是男破纲吗 大丸这才明白 不能暴露男破的身份 这时 所有的小混混 都被男破纲打趴下 不知好歹的大丸 却揪住男破纲的衣领 谁需要你来成英雄 来救我 千鸟学长 又来三风点火 快让特工男 知道你的厉害 这一次 大丸没有上当 一个电炮 将学长打倒 另一个学长尖撞 脚底抹油立马开溜 知道被耍的大丸 对着五代深深 鞠了一躬 真诚道歉 大丸这才知道 男破纲是真心的 想当一个普通学生 第二天 男破纲终于完成化作 受到社长的赞扬 也终于回归美术社团 男破纲对大家坦白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就是特工男 就在大家就要相信他时 大丸突然出现在窗外 举着牌子说 是他和男破纲 争骨大家的一场恶作剧 男破纲问大丸 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丸呢 也是性情重人 向男破纲磕头认错 之前是自己误会他了 两人也兵士浅浅 成了真正的好朋友 这时 大丸接到电话 说假扮无怠的人 被抓住了 男破纲怕大丸再次上当 也跟了过去 一到桥下 就见五代 将冒充自己的人 全部打趴下 大丸和男破也见识到了 五代势力也是真的强 男破纲来到书店 想买一本辅导书 这时 男破纲看见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拎着一个袋子 迅速地拔书 放进袋子里 有头就跑 竟然偷书 男破纲一把拦住了他 CN仔慌张地 推干男破纲 袋子也掉在地上 头也不会就跑 看见CN仔被霸凌 这才明白 是小把逼迫他去偷书 看见CN仔被群殴 男破纲丢出一个棒球 打碎垃圾桶 吸引了老板的注意 帮CN仔结了围 男破纲追上CN仔 问他是不是被欺负了 可CN仔却嫌他都管闲事 扭头就跑 第二天上学 CN仔又被小把拦住 逼迫他去偷书 这一切都被男破纲 看在眼里 CN仔只能又来到书店 他还拿起了书 犹豫了一阵 又放了回去 他走到天桥 眼看CN仔要跳下去 被男破纲大声拦住 CN仔问 干嘛一直跟着我 男破纲出出自己的名字 又戴上自己的黄毛假发 CN仔才认出他 原来CN仔是男破纲 国中同学 当初就是CN仔 激励男破纲 还在男破纲被嘲笑时 站出来维护他 帮他补习功课 这才让男破 讨入重点高中 如今看到 CN仔受欺负 男破纲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没有偷到说 CN仔又被小把把拦 懦弱的CN仔 就会学会了反抗 硬气地说 以后被来欺负我 CN仔立刻给小混混 赚账一万块 给我狠狠收拾他 CN仔刚想跑 被小把一把抓了回来 一点跑直击面门 强行拔下他的衣服 拍下贝亚照片 这时 男破纲来了 看到遍体凌张的CN仔 CN仔哭着说 因为男破的鼓励 他终于鼓起勇气 对霸凌说不 男破纲看着狼狈的CN仔 他被CN仔穿好衣服 安慰他 你是好样的 心中却怒火中招 按下决心 一定要为CN仔报仇 男破纲快长头功夫 来到游戏厅 找到小把 谁欺负了我的好兄弟CN仔 小把一脸比试 穿上的功夫 你就了不起啊 吓唬谁呢 男破纲把小把 遇到几下室 哪料小把呢 提前叫上小混混 竟然搞偷鞋 一闷滚 将男破纲撂倒 男破纲顿时被打得 头破血流 倒地不起 小把又发挥超能力 每个小混混一万 让他们好好招呼 男破纲 更过分的是 脱下男破纲的偷功夫 炫耀的穿在身上 男破纲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原来 被欺负是这种滋味 体会到CN仔的心酸和难处 男破纲定要小把 付出代价 嚣张的小把 就起男破纲的头发 男破纲突然睁开眼睛 犀利的眼神 吓得小把一屁股坐在地上 所有人纷纷后退 是时候让你们看看 千尼也最强不良少年的实力了 我的好兄弟也敢欺负 男破纲站起来 一脚将小把的手机踢碎 小混一拳挥上去 男破纲个闪针躲过 反手一重拳 另一个呢 膀子敲上来 被男破抓住手臂 一铁头弓 外加掏心拳 打倒在地 小混的铁棍又来了 男破纲一气冲前跑 直接赶晕 又送他一飞脚 打他倒地不起 小把的小跟班 被男破纲的勇猛吓坏了 立马把他功夫还给男破 说这一切都是小把的主意 小把嫉妒现在的成绩好 一直想方设法 把现在赶出学校 男破纲怒制小把 有几个授钱了不起啊 就能随意欺负人 小把当即认怂 向男破纲道歉 又闭上眼睛 让男破纲打他 男破纲请他悔改 决定放他一满 打你这种人 害怕脏我的拳头 转身就走 没想到男破纲一走 小把就露出真实嘴脸 嘲笑男破纲 没脑子的家伙就是好骗 原来刚才都是在演戏 还没等他说完 男破纲突然冲了过来 狠狠一拳 打在他脸上 你这种懒人 不是都是你 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记住 给四眼仔道歉 否则我要你好看 第二天 小把就拎着礼物 来到医院看四眼仔 他请求四眼仔 让他功夫难 不要再找自己麻烦 四眼仔看了一眼 受伤的男破纲 立马明白 是男破纲帮了自己 他答应了小把的请求 但小把呢 根本不知悔改 又问 你是花了多少钱 才让特工男帮你的 四眼仔一听 瞬间怒了 抄起礼物 扎在小把头上 你以为 所有人都和你一样 只认钱 特工男主的好兄弟 别用你肮脏的手钱 玷污我们的友情 你这种人 不配有朋友 说得小把无敌自容 灰溜溜地离开了 男破纲 欣慰地看着四眼仔 那一刻 为四眼仔的勇气而自豪 也为自己多了一个 真心相待的朋友 感到幸福 回到家的男破纲 看见小狗狗 手在门口一动不动 发出可怜的乌烟声 这时 小妹告诉男破纲 有失踪的人来找你 男破纲以为是五代呢 一进门就傻眼了 这人他根本不认识 原来 这人是失踪的老大 看来 又是一场恶战 伯乐嗓子又点疼 接下来 让伯爵继续讲 两伯帮派正要斗欧 大聪明 嚣张地把滑板 堆到旁边的女人身上 但他们惹错人了 女人的男友站起来走向两伙人 二话不说 直接开干 一拳一个不带丝毫犹豫 把他们的限量版滑板给砸碎 现场三十人 竟然在两分钟内 全都被男友打得半死 原来 他就是现任失踪高校的老大 然而 他要找特工服男一决高下 男破打架时 就变装成特工服男 他把高一的混混老大 以及高二的大猪全都打败 若见不平拔刀相助 教训了让人偷数的笑爸 男破刚回到家 小妹告诉他 四松的小弟来找你 男破刚进门 一脸猛逼 这又是谁啊 也不知是敌室友 小弟热情地和男破刚的家人说 男破刚在四松高中 简直是横着走 高一和高二的老大 都被特工服男奏怕了 就连高三的老大都不敢来学校 老爸和哥哥一听很开心 就连妈妈都表示 拿出你的干劲 快称霸四松吧 小妹也在旁边附和 二哥我看好你 一家人热情地邀请小弟 留在家里吃饭 饭桌上小弟和一家人聊得火热 只有男破刚心里不安 他根本不在四松上学 而是瞒着家人在白白和高中 小弟主动找上门来 和自己掏近乎 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临走时 大哥男破猛问小弟的名字 小弟表示自己叫阵内 大哥看他的眼神里满是凶器 绝对不是一般角色 他应该就是四松的老大 男破刚送阵内出门 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阵内几乎同时掐住男破刚的下巴 表示 别太嚣张特功夫男 看着阵内远去的背影 男破刚满是疑惑 这人到底想干什么 男破刚向五代打听阵内 五代表示 他就是四松高三的老大 是这一代最强的人 传闻他有五个上班族女友 高二靠老虎鸡一天赚了四十万 转手买股票又赚了一千万 还拥有大胃王的实力 一口气吃一百五十个饺子 打架更厉害 曾经有两伙帮派斗殴 有人把滑板砸到他女友身上 这那把两伙帮派的三十个人 全都打得躺在地上哀嚎 五代提醒男破刚一定要小心他 而男破刚却想着 这人有五个上班族女友 我连一个小雪都搞不定 同样都是高中生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就在男破刚威阵内发愁的时候 家里的小妹却遇到了心动男嘉宾 小妹正遛狗 狗子察觉到有个男生一直跟在后面 肯定不是好人 于是朝他宽喉两声 男生吓得当场摔倒在地 原来男生只是想超过他们 没成想 被狗子认为是坏人 男生并没有生气 还摸摸狗子的头 真是个保护主人的小聪明 男生走后 调皮的狗子嘴里 还盗着一本男生落下的书 小妹在补习班门外 把书还给男生 两人交换了名字 男生叫佐藤 为了感谢小妹送来的书 主动请他喝果汁 佐藤主动提出 可以教小妹数学 毕竟小妹的学习成绩 实在是不敢恭维 尤其是数学 竟然直接教白卷 还在试卷反面画画 老师都无奈了 但他觉得小妹并不笨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小妹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主动给他补习 就在这时 隔壁桌的混混早逝 佐藤看着那些人 说着 不良少年真的很讨厌 小妹激动的一口果汁涂在桌上 佐藤关切地问小妹 你的学校有很多混混 没人欺负你吧 小妹连忙表示我没事 男破家的小妹 确实没人敢欺负啊 五代早上阵内 问他为什么要找男破刚 我才是失踪一二年级最强的人 想打架先找我 不要找男破刚的麻烦 看着阵内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五代很是不爽 一脚把阵内的鱼竿踢成两半 你个臭小子 这可是我爸留给我的遗物 五代赶紧道歉 没想到阵内是骗他的 这演技不拿奥斯卡追加男演员 真是可惜了 阵内表示 他并不想和五代打 只想在毕业前拿男破收尾 看来男破和他之间必须有一场对决 第二天男破刚上学 阵内竟然出现在美术社 看着小雪的野兽派画作 表示很喜欢小雪的话 这样男破刚瞬间拉起警报 这小子啊 还想翘我的墙脚 阵内看了一眼男破刚 故意弯腰靠近小雪 男破刚破房了 故意在旁边手舞足蹈 制造出声响 阵内走进男破刚的话 表示 能画出这幅画的人 说不定 以前是不良少年 这小子到底想干嘛 阵内走向男破刚 小生和他说 等你头上的伤好了就来单挑 要是不来 我就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小雪 这家伙居然拿小雪威胁男破刚 太卑鄙了 小妹最近很晚才回家 爸妈察觉到不对劲 妈妈抓着小妹的衣领让她老实交代 小妹只能照实说去学习了 一家人都惊呆了 连狗子都不信 骗人的吧 大哥气势汹汹逼 问小妹何时去读书 小妹只好全盘拖出 老爸小妹把那小子叫到家里来 不然禁止读书 小妹只好答应 佐藤刚进门 老爸和大哥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尤其是大哥 他的机关头都变成了顺毛 老爸刚想介绍大哥的战绩 被小妹及时拦住了 大哥文周周的说 我念的是关东亚洲大学 妈妈抒起双马尾 微笑着的和佐藤打招呼 看起来完全是弱不禁风的样子 只是这一头金发有些出戏 小妹只好解释 妈妈是美国人 妈妈拿出必生词汇量 中英文混杂说着 欢迎你 品尝我做的 超美味 Special Dinner 小妹呢 听到眼睛都瞪大了 老爸更是觉得妈妈疯了 大哥把这辈子的悲伤 是都想了一遍 AK47都压不住他上扬的嘴角 父子俩直接爆笑 妈妈露出原本的暴躁模样 眼见局面失控 小妹大叫一声 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主动合作疼坦白 与此同时 还没回家的南破刚 在路上遇到了镇内 镇内带着南破刚 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这里没人打扰 可以好好比个输赢 南破刚并不想和他打 还要把送给爸妈的圣诞礼物拿回去 镇内一拳打到礼物上 东西破了 这下可以好好打了吧 南破刚觉得 他简直是疯了 镇内二话不说 朝南破刚脸上就是一拳 还想偷袭一脚 南破刚及时躲过 镇内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想对决的人 是南破刚的大哥南破吗 一年前 大哥为了给朋友报仇 穿着黑色特工服 口罩上写着一个死字 单枪匹马闯进世松的地盘 浑身透露着杀气 一拳打倒了世松的老大 以压倒性的实力 把当时世松的混混揍得屁滚尿流 镇内不敢相信 才一年时间 大哥就这么收敛 所以他故意找南破刚打架 由此把以前的大哥找回来 南破刚被激怒了 大摇大摆到家里来 又把礼物打破 现在居然把我当成诱饵 好啊 那我们就打一场 想动我大哥 做梦去吧 南破刚哥挡住镇内右腿 右手一记闷拳 打上镇内的下巴 五分钟就解决你 这边打得热火朝天 家里却一片和谐的氛围 佐藤表示 在来之前就知道了 小妹家里的情况 大哥再次抒起机关头 询问佐藤 听说 你讨厌混混 佐藤回答道 我原本以为呢 混混是很可怕又讨厌的人 但看到你们的样子 和我印象中的不良少年完全不同 而且小妹很聪明 说不定是个天才 佐藤和小妹希望 老爸能同意他们一起读书 看着两人真诚的态度 老爸表示可以在家里读书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晚饭 狗子也接受了佐藤 你是个好家伙 多吃点啊 但他们好像忘记了 还没回家的南破刚 镇内金刚拳奏上南破刚 南破刚也不服输 黑虎拳滚上 此时两人都已经鼻青脸肿 镇内趁说话的功夫 朝南破刚的小鸟踢过去 南破也不虚 再来一招票票拳 两人一个比一个狠 说话的时候也不忘互咒对方 看来 两人是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 打了50个回合 竟然还没有分出胜负 镇内领教了南破刚的厉害 南破刚呢 看着旗鼓相当的镇内也肃然起敬 我们来真正决一胜负吧 两人打得很是痛快 南破刚显胜 镇内被打得在地上 昏睡了两分钟 南破刚总觉得打架没有意义 但今天这么痛快的打一家也很爽 一家人吃完饭 小妹把佐藤送出门 南破刚终于到家了 拿出了兄妹三人给爸妈准备的圣诞礼物 他们把爸妈辉煌时期的照片表了起来 虽然表面的玻璃被打碎 但满满是孩子们对爸妈的爱 爸爸很满意 我年轻时候的颜值 绝对可以称败日本 大哥看着南破刚一脸伤 明白弟弟遇到了劲敌 是不是和镇内打的 南破刚点点头 不用想肯定是你赢了吧 那是当然啦 一家人激动的高呼南破刚的名字 太棒了 称霸世松 家里的狗子也送上贺店 恭喜南破刚 大哥和镇内见面 知道了他原本想和自己打架 但镇内改变了想法 决定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饭店里 武代吃了151个饺子 成功超越镇内的记录 菜鸟一脸崇拜 不愧是我大哥 太牛了 南破刚去横滨写生 遇到了几个女混混 然而 她们的出现又带来了更大的危机 南破刚又会怎么解决呢 这绝对是最无耻的混混 竟然绑架了三个女生 就为了把自己的女友引来 混混嚣张地说着 谢你20分钟内到横滨仓库来 要是不来 你的姐妹们 可就没有这么漂亮的脸蛋了 女友小生只好往仓库狂奔 角落了南破刚听到小生打电话 光天话与竟敢威胁女生 正义之神 南破刚必须出手 她只听到是在横滨 一个叫地狱犬的混混帮派 并不知道具体地点在哪 于是请五代帮忙 两人到横滨到处打听 与此同时 小生到了仓库 地狱犬老大看到小生 满脸猥琐的笑容 一把揽住小生的肩膀 我在牢里满脑子都是你 小生呢 根本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关系 一把推开他就要扇他 地狱犬老大及时握住小生手腕 小生正偷开 你到底对我的姐妹们做了什么 老大怒了 把小生狠狠撞到箱子上 我这么喜欢你 你竟敢顶撞我 说完把小生甩在地上 三个女生啊 看到小生被欺负 挣扎着起身反抗 不料被手下 一下两下三下 全都收拾了 这还没完 混混手下按住女生 猛地踢上去 再一巴掌扇在地上 小生呢 在一旁球他们别打了 但手下却下手更狠 一个黄金右手 女生就被扇在地上 还想起身反抗 又被打趴下了 就在女生们被揍的时候 南破刚和五代终于赶来了 这些混蛋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竟然真的对女生动手 五代收拾小喽喽 双手插兜踹翻一个 霹雳腿又走一个 旋风脚送你离开 手下不服 吃了一招五代的高扫腿 这下彻底服气了 南破刚啊 拳打地狱拳老大 一记断指绝孙角 送他去见上帝 南破刚跳起来重拳垂头上 地狱拳老大彻底被击败 特工服男称霸横滨地区 就这么传了出去 四人集体鞠躬 感谢特工服老师 他们为什么会叫南破刚特工服老师呢 事情是这样的 南破刚高依旧称霸了千叶地区 五代也当上了世松老大 身到高二 南破刚当上了美术社的副社长 新招了社员 决定周末一起去横滨写声 妈妈听说南破刚去横滨 小子不错啊 这么快就要称霸横滨啦 大哥给南破刚送上特工服 爸爸表示 横滨那种地方三两下就解决了 一家人都为南破刚住正 门外的狗子汪汪两生 横滨是好吃的嘛 我也想吃 南破刚呢 终于要和小雪表白了 他刚开口 角落的三个女生出现在小雪的构图里 小雪跑上前 请三个女生离开 就在这时 横滨的地狱全来了 和他们起了冲突 说着就要动手 南破刚及时阻止 你们这群人竟然对女生动手 其中一个混混不服 我们可是横滨最强帮派地狱拳 混混上前动手 反被南破刚揍了一拳 只好会啰啰离开 南破刚被三个女生叫住 女生们啊 扑通一身跪在地上 请南破刚当他们的老师 帮他们变强 突然一个身影飞来 是他们的老大 南破刚仔细一看 这不是美术社新来的社员小生吗 没想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小生 竟然是某苦须帮派的老大 南破刚呢 害怕小生认出自己 抓紧开楼 女生大喊 我们下周日在这仓库 老师一定要来 南破刚换好衣服 要接着向小雪表白 可小雪呢 先开口告诉他 特工夫男好像喜欢我 昨天收到匿名信 今天他就特地跑到横面 要和我表白 这下麻烦了 南破刚成了自己的情敌 还没解决完小雪的事情 小生那边又出状况了 自从上次写生之后 小生一直没来美宿舍 小雪让南破刚帮帮小生 南破刚啊 换上特工夫到仓库找他们 还没了解情况 其中一个女生就被打得全身是伤 让枪的回来了 原来是地狱拳的混混干的 混混手领交光一 和小生是情侣 可他招狂起来太可怕了 小生提出分手 光一却把小生周围的人打个半死 因此进了牢里 在牢里建立了地狱拳 还剩一个月 光一就要放出来了 他们必须把自己变强 才能打败光一 他们给南破刚准备了对付 从现在起 南破刚就是某苦虚的特别顾问了 这时 某苦虚的上级老大来了 南破刚呢 劝他们解散某苦虚 光一的目标是小生 只要解散 剩下的三个女生就安全了 并且小生现在不住在横滨 不会起真面冲突 可他们不愿意 女生在学校被欺负 回家也被父母当成麻烦 某苦虚是他唯一的容身所 南破刚啊 苦心劝他们 就算打架赢了 人生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应该做一些其他事情 所有人都不理解南破刚 只有某苦虚的上级老大明白 南破刚是真心为他们着想 女生们仔细回想 南破刚说的有些道理 他们不去上学也不工作 其实只是想一直待在舒适圈 或许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就在这时 地狱拳的人来了 小生接到姐妹电话 没想到电话那头竟然是共一 他把小生的三个姐妹绑架 威胁小生立马赶来 小生呢 担心姐妹们的安危 马上朝仓库赶去 南破刚偷听小生打电话 刚要出手被小雪当头一击 你竟然偷听女生讲话 你不会是喜欢她吧 南破刚连连否认 当然不是 南破刚给五代下跪 拜托你帮帮我 我也不能靠走路去找人 五代嘴上说着和我没关系 身体还是很诚实地戴上头盔 上车吧 两人骑机车往横兵赶 小生赶来的时候 姐妹们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 小生见到光一 拒绝和她在一起 光一啊 顿时大发雷霆 命令手下好好教训他们 就在这危急关头 南破刚和五代赶来 这群人渣居然打女人 南破刚霸气上前 一招罗汉拳打飞手下 按住另一个人心事一个头锤 飞虎拳管上 地狱拳老大不服 亲自上前开打 南破刚弯腰躲过攻击 老大左手格挡 右手揍上南破刚 但这对南破刚来说 简直是小打小闹 南破刚呢 抓住老大的衣领 一拳把他捶得早不早北 南破刚和五代合作 把横滨地狱拳团灭 得救的几人彻底想通了 决定解散魔苦虚 好好生活 小生也回到美书社继续画画 回到家的南破刚被大哥叫走了 大哥让他解释 就算打架打赢了 人生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是什么意思 原来 南破刚劝魔苦虚解散的话 正好被大哥听到了 大哥啊 早就看出来南破刚自从上了高中 眼神里就不再有杀气 南破刚很想告诉大哥 普通的朋友 社团活动 读书恋爱就是他想做的事 但面对大哥的期待 他只能选择隐瞒 硬着头皮说 千叶和横滨都搞定了 称霸关东近在咫尺 大哥呢 看着南破刚已经明白他在说谎 但还是假装不知道 尽管南破刚很想当个普通学生 但随着特工服男的名气越来越大 连直成的混混都找来了 五代不想让他们打扰南破刚 选择出手解决掉他们 俯身躲过攻击 高手腿直击对方胸口 霸王拳给胖子减肥 仗义的南破刚怎会让五代独自战斗 上钩拳打断混混的下颌骨 黑虎拳指导脑袋 辞成混混还不服输 南破刚琴敌全送对方回家 两人的合作越来越默契 南破刚啊 又在无形中称霸辞辞成 班上同学都支持他竞选会长 还给他做了立牌 小雪更是说了南破刚很多优点 南破刚不负众望 成功当选了学生会会长 但事情没有一帆风顺 小妹考上了百百合高中 南破刚的马甲就要藏不住了 老师邀请学生会南破刚会长上台致辞 小妹一听 这不是我二哥的名字吗 探头探脑寻找二哥的身影 南破刚一狠心 跑上台换了一副谐心的面孔 小妹呢 一看台上那人 完全不是霸气的二哥 看来只是同名同姓 第二天小妹上学 被教导主任抓住了 身为学生会长的亲妹妹 怎么能不守校规校计 裙子这么短还染发 小妹说道 我才不是学生会长的妹妹 可教导主任表示 你俩的家庭弟子都一样 小妹不相信 决定亲自去见一见这个学生会长 来到教室得知会长在美术社 小妹笑疯了 这下确定了 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我哥怎么会在美术社 虽然小妹暂时没有认出南破刚 但小生呢 察觉到了一样 他找五代想再见一次特工服老师 正巧小妹在旁边 得知特工服老师就是小妹的哥哥 小生询问小妹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小妹回答南破刚 难道特工服老师就是美术社的南破刚吗 小生画了特工服老师的画像 专程拿给南破刚看 南破刚啊 明白藏不住了 干脆直接承认了 果然特工服老师就是南破刚 小生一直喜欢英雄救美的特工服男 这下算是喜欢上了南破刚本人 与此同时 教导主任让南破刚来办公室 刚开门就看到小妹也在 看来马甲是藏不住了 小妹啊 上下打量旁边的这人 竟然真的是二哥 二哥不是在世松吗 怎么是百百合的学生会长 小妹不敢相信 转身跑走 南破刚追出去叫住他 小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独自跑走了 回到家的小妹 在脑海中反复想着二哥的样子 一个人单挑十个混混 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十分潇洒 可学校的二哥呢 却是同学们眼中的好伙伴 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二哥 学校新来的校长宣布 月底进行考试 如果社团有超过30%的人没有及格 必须要停止社团活动 这可糟了 美术社 棒球社合体操社 大部分人上次考试都不及格 为了保住社团 南破刚啊 只好把他们聚在一起集中辅导 小妹看着给同学讲题的二哥 心里慢慢接受二哥好学生的样子 考试结束 校长宣布大部分社团停止活动 南破刚提出抗议 学校除了学习 社团活动也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 棒球社长也站出来 恳请校长不要停止他们的活动 越来越多的人表态 校长呢 抵挡不住只好松口 小生约小妹来打保龄球 正好看到被欺负的同学 路见不平一声后 两人合力赶走混混 救下被欺负的同学 小妹这才相信 小生以前也是混混头子 但却惹怒了混混 两人被劫走 混混在车上动手动脚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就在小妹害怕的时候 车外喷的一声巨响 南破刚来了 好家后 她登自行车竟然追上了汽车 小妹哭着说 二哥快救我 一道光照进来 南破刚打开门 车上的混混拉下来放倒 你们对我的宝贝妹妹做了什么 三两下干翻所有混混 看着眼前英勇的二哥 小妹啊 想起二哥以前的样子 也是一个人勇猛地对抗所有人 或许她一直没变 小妹像以前一样 扑到南破刚怀里 紧紧抱住她 饭桌上小妹坦言 二哥你一直是我的骄傲 事实保护同伴的你 身上都在散发着光芒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去百百合 南破刚表示 她想走出自己的路 换一种生活方式 看看除了打架之外还能做什么 很抱歉瞒着你们 但我不会后悔 小妹呢 在这一刻释怀了 我看到了你在美术 受画的那幅画 真的很好看 穿校服的二哥也很帅 第二天一大早 小妹把头发染成黑色 校服穿戴整齐 以副官学生的样子 既然我的二哥是学生会长 那她的妹妹就不能那么招摇了 南破刚和小妹的危机解除 接下来她要去毕业旅行 却遇到了广岛最强的男人 大丸也身受重伤 南破刚该怎么办呢 这是什么情况 南破刚最好的兄弟五代和大丸 竟然被打得趴在地上 来不及了解对面的男生 看到好兄弟受欺负 南破刚忍不了了 接下来是我的场子 男生挑眉满脸不屑 好啊我奉陪到底 男生小弟一用而上 南破刚截击拳拿到手杀 轻松扔飞小弟拿到双杀 操纵脚拿到三连杀 随手格挡完成四连杀 匡匡两拳做得小弟找不找北 不到五分钟 男生的小弟们全都躺在地上打滚 南破刚啊 对着男生勾勾手 轮到你了 赶紧上吧 南破刚弯腰躲过攻击 一招后断踢正中男生屁股 大丸在一旁提醒 别大意 这家伙很强 南破刚左手抓住男生胳膊 右手朝他脸上就是一个生龙拳 这还不解气 踩到他身上 试试我的金刚膝盖 男生下巴都脱臼了也不死心 抓住南破刚来个头锤 顺势送上过肩摔 男生被打怒了 竟然小看我 超大旋风奖送你去见上帝 南破刚呢 被踢得昏过去 男生看一眼南破刚 就你这种小人物 还敢自称天下无敌 男生转身就走 南破刚颤颤微微起身 你给我站住 南破刚冲上前 先来个凌空飞踢 劈腿紧随其后 最后跳起来 雷霆霸王拳揍上男生 男生彻底被击败 你那嚣张的样子 真是让我不爽 小弟扶起来男生 男生啊 却说要买南破刚的胜利 只有这样 我的不败传说才不会终止 好浓的中二之魂 南破刚成全他 要价700万 什么 你疯了吗 男破刚霸气表示 不服就再来鄙视一场 男生只好照做 他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把五代和大丸 做得浑身试伤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仇怨呢 事情是这样的 大丸在街上碰到了 初中暗恋的小水 看他打扮得很成熟 还在与龙混杂的KTV工作 和初中清纯的他 完全两个样子 大丸呢 带着五代来找小水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 我可以帮你 小水表示 自己和哥哥相依为命 但是哥哥赌博把钱都输光了 还找广岛的安藤借了700万 所以自己只能来着打工 安藤还是高中生就称霸广岛 他爸爸是有名的流氓 大家都不敢惹 五代表示700万不是小数目 恐怕是高利贷 必须找安藤说清楚 大丸带上五代和小水 东森来广岛找安藤 大丸啊 直接开门见山 我不管你做什么诈骗生意 但能不能放过兄妹俩 安藤提出只要你赢过我 他们欠的钱就一笔勾销 小水劝大丸别打了 你打不过他的 大丸呢 脱下衣服趁机对小水表白 我一直暗恋你 所以不想你伤心 大丸抱住安藤 反被一把狙起摔到地上 大丸也不是吃素的 同样把安藤甩飞 周边玻璃背掉了一地 安藤彻底来了兴趣掏出甩棍 用力挥向大丸 五代劝大丸别打了 但大丸决心要帮小水 可他小看了安藤的实力 安藤骑在他身上 一拳一拳揍上大丸 小水在一旁着急地说 拜托你别打了 五代也被安藤的小弟按住 大丸被打得鼻青脸肿 神志不清 还是起身要继续打 我必须帮小水抵消那700万 安藤啊 抓住大丸的胳膊 膝盖磕向大丸 一招勤敌锁喉控制住大丸 你有错人了 就算你打赢我 那笔钱也不会撤销 五代从背后一脚踹翻安藤 你对人渣 安藤还要继续打 被小弟拦住 大哥该去开会了 安藤撂下狠话 要是不怕死 明天九点我在这等你们 五代呢 在医院恰巧碰到了南破缸 南破缸问他 脸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没等五代回答 菜鸟叫走了南破缸 原来 南破缸是来广岛毕业旅行的 同学们一起拍了照片 小雪提出 晚上想来南破缸房间玩 南破缸惊讶的嘴巴呈现欧致 难道我的恋爱就要来了吗 男生们到达酒店 南破缸打开背包 我去 特工夫怎么在里面 原来是贴心的大哥帮他放的 还想着南破缸的顺势称霸广岛 小妹听到后瞪大眼睛 默默替二哥捏把汗 酒店里 南破缸和菜鸟 以最好的姿态等着女生 打开门一看 是同学小田 害我白装那么久 小田和大家说 他要在旅行期间向小雪告白 什么 南破缸的情敌又多了一个 女生们终于来了 菜鸟给大家讲鬼故事 吓得小雪靠在南破缸身上 同学们起哄 还以为你们两个在交往呢 小雪一盆冷水浇在南破缸头上 那怎么可能 南破缸心都凉了半截 小雪提问 南破缸有没有喜欢的人 南破缸诚实回答 有 画卷一语点破 你喜欢的人是小雪吧 南破缸啊 语无伦次的辩解 不是的不是的 这时 门外放风的同学告诉大家 教导主任要来了 大家两两一组躲在被窝里 南破缸和小雪躲在一起 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手放在小雪肩膀上 看着她的眼睛 那个 我 就在这时 画卷突然先开被子 看到两人正在深情对视 你们两个有情况哦 一旁的小田皱眉看向南破缸 你小子还想抢跑 南破缸结结巴巴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第二天 大家看着南破缸和小雪都在起哄 旁边的小田后巢牙都要咬碎了 菜鸟的哀嚎打破了瓶颈 南破缸连忙送菜鸟去医院 却碰到了五代 五代隐瞒脸上的伤 明显有事情瞒着她 听到大婉和五代的对话 南破缸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兄弟友男必须要帮 南破缸呢 背着包出门了 遇到小田正在跟小雪表白 小雪叫做南破缸 我有话和你说 南破缸没时间听 匆匆出门了 五代瞒着大婉找到安藤 我来替大婉道歉 安藤满脸不屑 我可没时间和你们玩 不如你来替他挨打 小弟刚想动手 大婉及时赶到 一脚踹开小弟 抓住五代的衣领 你来耍什么帅 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安藤啊 没时间看他们的兄弟情深 既然你们这么替对方做下 那我就成全你们 安藤暴揍两人 五代和大婉被打得站不起来 小随哥哥及时拦住 都是我的错 要打就打我吧 安藤一脚踢翻小随哥哥 踩在他的胸口上 哥哥喘不过气了 危急关头 南破缸换上特工服来了 静止走向五代和大婉 他们一个是世松的战神老大 一个是千鸟高效的战将 竟然被安藤打成这样 敢欺负我的兄弟 我绝不轻饶 南破缸呢 议员对抗现场所有小弟 小弟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小随看待了 他是什么人 实在太强了 收拾完小弟 轮到安藤上场 南破缸也不惯他 竟敢让大婉那么伤心 南破缸凌空飞踢踹班安藤 彻底KO安藤 安藤被打败 还想着用钱买胜利 延续自己的不败传说 好啊 南破缸出价700万 正好是小随哥哥的欠款 现在小随和哥哥彻底自由了 大婉抓着南破缸衣服 你干嘛为了我毁了毕业旅行 南破缸推开他 没关系 抽空收拾个人我还是有时间的 现在我要继续回去旅行了 南破缸打架打赢了 没料到后院起火了 教导主任突然来查 看到南破缸不在 菜鸟啊 编了个借口想糊弄过去 没想到教导主任根本不信 让所有人一起等南破缸回来 南破缸用包挡着脸终于回来了 教导主任一把拉下背包 看到南破缸脸上青一块子一块 南破缸解释道 自己出去买果汁遇到不良少年恐吓 才变成这样 教导主任闻出了谎言的味道 拿过来南破缸的包 打开一看 只是一些普通的衣服 还好大婉替南破缸把特工服寄回去了 教导主任还想继续查问 小雪及时伸了个懒腰 老师啊 现在都一点了 可以回去了吗 教导主任这才放过南破缸 南破缸解决完麻烦 肉血的大哥这边又出了状况 大哥陪邻居大审办事 刚从厕所出来 就看到大婶被两个混混欺负 大哥跳起来一个飞踢 配合升龙泉解决艺人 膝盖猛攻混混妖子 搭配上勾拳另一个混混倒地 给我记住了 我是千叶的南破缸 混混撩下狠话 你给我等着 安藤贿赂南破缸的事情还是传开了 看来用钱也买不到胜利 南破缸回到学校 菜鸟突然闯进来 快看 我的偶像给我签名了 南破缸一看 我去 这是大哥的签名 早急往外跑 小妹看到大哥来了也很吃惊 大哥你怎么来了 大哥从怀里掏出小包 我是来帮你送家政作业的 顺便去世松看看当老大的南破缸 小妹吓得捂住嘴巴 完蛋 要穿帮了 小妹赶紧告诉二哥 要是被大哥发现就死定了 大哥让世松的混混把老大找来 是找五代吗 眼瞅着要露线 五代及时赶来原厂 他们是一年级的不懂规矩 大哥说着跟着阿刚准没错 他会带你们称霸全国的混混义联盟 大哥呢 察觉到不对劲 让五代把阿刚找来 五代表示 阿刚去很远的地方吃饭了 暂时不会回来 大哥只好开车走了 南破缸面对升学调查表一头雾水 他完全没有想过上什么大学 小妹提醒他 要升学的话 你的双面生活就瞒不住了 还是尽早和家人坦白吧 争取他们的原谅 狗子表示 我也很担心啊 美术社社长劝南破缸考美术大学 你的画画技巧一直在进步 从你的画就能看出来 你是热爱美术的 南破缸呢 把三个志愿都填上了美术相关的院校 饭桌上南破缸放下碗筷 表情严肃 有一件事我要和大家坦白 妈妈抢先回答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朋友了 爸爸也在旁边附和 这种事情不用和大家汇报 南破缸起身离开 算了我不说了 第二天 大哥给南破缸放衣服 看到了地上的升学调查表 大哥找到五代 你才是世松的老大吧 他揽住五代肩膀 看着我的眼睛说实话 五代什么都没说 但大哥呢 从他的眼神中明白了所有的事情 回去路上大哥遇到了南破缸 兄弟俩走进无人的小巷 大哥拿出升学调查表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会有白白和高中的单子 南破缸解释道 我原本打算今晚就和你们坦白 大哥一拳揍上南破缸 你竟然背叛家人 抓起地上的南破缸又是一拳 你居然骗了我们两年半 大丸和五代及时赶来阻止 大哥啊 一系上勾拳就把大丸打倒在地 五代恳请大哥听一听南破缸的解释 正在气头上的大哥 由汉拳赶走五代 你给我闪一边去 南破缸挣扎起身 彻底被激怒了 你凭什么打我的兄弟 飘飘拳黑虎拳棋上阵 向着大哥的脸回去 我和大哥你不一样 如果我和你说实话 你听得进去吗 角落里 小妹和狗子看着这一幕 却无能为力 三元回到家 南破缸跪在地上诚恳地解释道 对不起 我骗了你们 高中我没有去失踪 而是在白百合 我厌倦了天天打架的生活 只想当普通学生 爸爸猛地拍桌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们 南破缸大声反驳道 我怎么敢说实话 大哥称霸了关东 你们把期望都压在我身上 每次我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 你们看起来都很高兴 妈妈打断南破缸 撕心裂肺地说着 我们为了你上失踪 每天满头大汉工作 你竟然完全把我们蒙在孤里 整整两年半 你明知道我最讨厌说谎的人 小妹啊 哭着拦住妈妈 妈妈命令南破缸脱掉特工夫 南破缸站起来 我想读我喜欢的学校 这件事就这么糟糕吗 出生在这种家庭 我才觉得麻烦 家人们都沉默不语 大哥率先说话了 好啊 你不想待那你就滚出去 南破缸转身离开 小妹哭喊着 二哥你快回来 隔在南破缸和家人之间的谎言 终究是被戳破了 只是谁都没想到 这个谎言竟然会带给家人这么大的伤害 南破缸一直住在五代家 一周后 收到了家里寄来的特工夫 妈妈把特工夫洗好了 饭桌上小妹说着 三人吃饭好冷清啊 你们肯定也想二哥吧 我给他打电话 没想到 爸爸让小妹闭嘴乖乖吃饭 大哥和女友散步 女友啊 看出大哥很在意南破缸 主动提出给南破缸一次机会吧 好好听他说 大哥还是嘴硬 我才不会主动找他 南破缸在KTV打工 遇到了曾经被大哥打败的三口组帮派 要不是你大哥 我们帮派也不会成了现在四分五裂的模样 混混还想和南破缸打架 南破缸呢 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群人全都打趴 但也因此闯下大祸 混混叫来了池袋最强迫坏网 人外 一群人浩浩荡荡闯闯进百百合 大叫着南破缸的名字 打碎学校拨了 暴力摧毁美术社 学生们吓得四散奔逃 楼道里满是学生们的嚎叫 教导主任提议报警 校长却表示 不想因为这种事在资历上留下污点 南破缸赶来 美术社已经一片狼藉 小生抓住南破缸的胳膊 劝他别出去 南破缸看了一眼小雪 表示这种事情发生好几次了 没事的 南破缸换上特工服87回到学校 这里不是你们这群拉技能来的地方 混混放下狠话 今天就用你的续染红特工服 混混上前 南破缸往马拳拿下手刹 无影脚拿下双刹 编手拳直冲对方腰子 拿下三连刹 上勾拳完成四连刹 无料被龙二从背后偷袭 混混投资大黑 趁机一脚踹翻南破缸 就在这时 大丸和武呆赶来 你们这群人少在我们的地盘撒野 所有混混啊 都朝着他们两人的方向跑去 南破缸安全了 菜鸟让南破缸暂时休息 那边有大丸和武呆顶着 但南破缸不让步 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地方 大丸和武呆两人PK100人 为了给南破缸争取逃跑机会 一点都不再怕的 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大丸一屁股顶飞混混 武呆更是高扫腿出击 小妹拉住南破缸 二哥你快走啊 现在还来得及 但南破缸下定决心 我绝不会让他们示意伤害这里 暴雨倾盆 南破缸迎战最强龙二 抱住龙二的腰 龙二一遭金刚胳膊走 打得南破跪在地上 再一脚把他踹到草丛里 南破缸没有被打倒 站起来接着站 你竟然用脏脚践踏这个地方 朝龙二猛挥铁拳 同学们啦 都在为南破缸加油 南破缸怒吼一声 操纵脚踢翻龙二 骑在龙二身上 一拳两拳三拳 就在龙二被打得 快要失去呼吸的时候 警察拉走了南破缸 大丸和武呆阻止警察 同学们看着这一幕 却没一个感动 只有小雪坚定地走上前 这一刻他彻底明白了 南破缸就是自己喜欢的特工俯男 小雪叫做南破缸 两人相顾无言 南破缸被警察无情地按进警车 车上南破缸眼含热泪 这一切都结束了 爸爸妈妈把南破缸从警局领回来 南破缸回到家 秃通一声跪倒在地 对不起 爸爸扶起来南破缸 你没有错 你是被我们逼得不得不说谎 是我们不知不觉把自己没完成的目标 强加在你身上 以后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 南破缸给妈妈道歉 妈妈表示我小时候也和你说过同样的话 但你依旧是我最爱的儿子 小妹哭着抱住南破缸 二哥我真的很担心你 但大哥还没有接受 小妹去上学 班上的同学都孤立小妹 你哥和那些不良少年就是一伙的 小妹生气地看向他们 同学们还在讽刺 不良小妹瞪我了 我好害怕啊 校长下达通知 南破缸被退学 菜鸟啊站出来为南破缸说话 我被欺负的时候 是他一个人来救我 小学也站出来 你们应该听南破缸解释 更多同学们站出来力挺南破缸 但校长呢 依旧不为所动 南破缸把自己关在屋里 看到同学们发来的鼓励短信 会响起在学校的时光 心中更是无畏杂沉 为了让南破缸顺利回到学校 班上同学占据了体育馆 请求学校撤回对南破缸的处分 在校方答应之前 会一直关在体育馆 教导主人听到消息赶来 不出来的人会取消推荐资格 并且记录档案 有的同学动摇了 决定退出 抗议人数瞬间减少一大半 但小生啊 带着一大群人来了 一定要让南破缸顺利回到学校 体育馆门外也有人在抗议 同学们明白 南破缸打架是为了保护学校 就连老师们也在为南破缸说话 他是个认真向上的学生 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教导主人找到校长 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抗议 如果事情闹大 恐怕警察会再来 校长呢 只好撤销退学处分 同学们知道消息后 高兴的欢呼 声浪都快把房顶掀翻 小雪更是喜极而弃 五代找到大哥南破缸 他可是在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 他找到自己的目标 你是为他的大哥 难道不应该支持他吗 大哥还是不听解释 五代怒了 一拳打上大哥 小雪把好消息告诉南破缸 我会在学校等着你 我们一起毕业 小雪刚走 大黑带着小弟们又来了 大丸和五代让南破缸快走 这里交给我们 南破缸啊 终于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转身就跑 但大黑没有放过南破缸 把他堵在仓库 南破缸表示自己不想打架 大黑根本不听 拿上铁棍就要动手 就在这危急关头 大哥及时出现制止了大黑 人带小弟一起收拾 大黑站起来 大哥一招上勾拳送大黑见上帝 大哥心平气和的和南破缸说道 是我一意孤行的认为 你必须和我一样 用拳头创出一片天地 却忘了你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我们终究是不同的 打架的道路不适合你 南破缸笑着说 白百合的同学们都是很好的人 比起打架 我更想和他们一起毕业 大哥笑着看向南破缸 希望你能顺利毕业 和我回家吧 南破缸呢 哭得说不出话 大哥同样哭着说 我都没听你解释就乱打你 对不起 这一刻 兄弟俩的心结彻底打开了 南破缸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 生怕露馅 在家里装出一副要称霸全国的样子 大哥也可以坦然接受南破缸的想法 支持他朝自己的目标努力 兄弟俩回到家 爸妈和小妹等着他们一起吃饭 一家人又恢复到其乐融融的氛围 门外狗子又汪汪两声 太棒了 第二天 一家人骑刷刷等着南破缸 看到他换上白百合校服 简直太帅了 家人把手搭起来 为南破缸庆祝 南破缸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 同学们都跑出来迎接他 家人也在校外为南破缸局搭起 萧雪被推向南破缸 南破 欢迎你回来 同学们还在起货 两人真的很般配哦 南破缸说出自己的口头禅 我会火力全开的 南破缸一开始瞒着父母读白百合高中 本想当个普通学生 奈何身边总是有人被欺负 但南破缸呢 每次都会仗义出手 所以最后他被退学的时候 才会有那么多同学为他求情 就像五代说的 南破缸一人背负了太多东西 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 所以才不敢轻易说出自己的双面生活 害怕父母失望 也害怕同学们会用一样的眼光看他 还好在大家的陪伴下 南破缸顺利摘下面具 能坦荡地面对大家 本集问题 你身边有南破这样讲义气的兄弟吗 有的扣三一 没有扣三二 好了 本集中就要这了 记得给播了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